你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贸易顺差 我们在 在这叫2017年之前 包含2017年之前 这样好了 就是2018年之前 包含2018年 他的那个贸易顺差的比例都超过1.5 超过1.6 这是1.6 这个将近1.6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这几年 是不是贸易顺差是低于1.6 对不对 那我们会不会希望知道说 那到底是 是哪一个类别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有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因为这才是我们 就是做写报告很重要的重点 是不是这个产业 产业链产生一些变化 好 因为就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 你当然就要继续去分析下去 所以我们就先把那个时间划分 分成两类 如果 就是以进口来说 进口 你觉得问题是进口还是出口 不是 我知道出口比较重要 你看 出口 你仔细看一下 出口是这种深蓝色 深蓝色 它其实在微微的 慢慢的 缓缓的上升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 进口 进口 它是这几年 慢慢的 慢慢的增加 像我那时候 我去查了一下 就是鸡肉 到底该吃鸡肉 还是该吃牛肉 对不对 你知道有一种叫做海鲜 那个 那个牛肉 它叫温体的 像和牛 听得懂吗 它是飞机空运载过来的 那个这两三年特别高起来 你不分心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 我只是要 我只是说 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深入的来去 知道知道一些事就是说到底这2018年之前跟2019年开始之后 我们分成两类来去看进口这边的变化 可以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因为我还是要回归回去讲这一张图 就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要知道原因 知道原因 知道原因最简单的方法是透过那个断代图 断代图 断代图 各位应该知道断代图就是这个做出来的 好 所以我现在我要来去我想要去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以我现在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就想说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边的时候进口是在减少 就是前面它的特征 它是在减少 然后后面这边它是在增加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进口这边的影响会比较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那个出口好像就是稳稳的慢慢的上升 这历年来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我会先大胆的先假设 是进口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我现在是在建立害怕测试医师 你们知道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先先要有你的假设 我的假设是认为就是说 我看到因为从那个贸易顺差比例分析里面 看到说2018年之前跟之后就是有不一样了 那不一样的话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到底是进口影响比较多 还是出口影响比较多 我这边的假设是进口 进口那你要去证明它 对不对 你要去证明说是进口 因为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 先是什么 慢慢的缓步下降 那后面缓步上升 所以我觉得进口影响大于出口 有了这样一个假设 你要开始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 你要开始去证明你的资料具有这样子的性质 可是我想我应该做不完这件事 我做完我论文 这个论文是可以发表的 听得懂吗 而且世界各国有不一样 还有时间点会有不一样 这样了解 就是如果你要分析疫情 就是针对2021来去分析都可以 好 这就是研究所教我的事 而且你们要写报告 其实也是要朝我现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学 才是比较合理的 好 那我刚跟你讲的真的不叫废话 而且那都是研究所 阳明大学我的指导教授 每天在更新我的知识 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去想事情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它分成两块 一个就是2018年之前 我们叫做就是叫做什么顺差大 对不对 然后2019年开始之后 叫做顺差小 还是顺差 但是这个比例就变小了 好 所以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建立分类 进口地方建立分类 用新增资料行 为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那个日期啊 我都要去做 好 所以新增资料行 滑鼠右键点选进口 然后新增资料行 这叫做 这叫做 这叫做顺差分类 这是贸易顺差分类 这是贸易顺差分类 日期跑去哪儿 进口的日期 进口的日期 进口日期2 应该是吧 等一下 我看一下 进口日期2 进口日期2 这应该是日期才对啊 所以常用转换资料 我现在必须要先做一个 一个资料清理 就是进口日期 诶 这个就是进口日期 它就是日期了 好 那不要做 好 所以我刚刚继续打 我用进口日期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是标准的日期 好 贸易顺差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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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匹去找进口里面的 进口里面的进口日期 这个进口日期 大于等于 DAT1 2019年1月1号 算了 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容易懂 大于2018年12月31号 2018年12月31 我们就给它 给它什么 这前面这是一个条件 是给它什么 嗯 叫顺差小 顺 顺 差小 否则 其他都是 顺差大 就是 这边有看到 进口日期 大于 2018年12月31号 叫做顺差小 这叫顺差大 然后 可以吗 所以最后得到结果 就是很多都是顺差小 很多都是顺差大 反正就只有这两类就对了 是不是成功的划分出来的 可以吗 要不要拍照 反正 接下来就要前面打这件事 后面就很简单